在江家你一定要化妆 因为连江村 都没见过我完全素颜的样子 对我来说 女人不化妆 根本就不能见人 现在急忙化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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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 放这儿了 哥 你去哪儿啊 博尔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等你啊 等我 我不是说了吗 我去不了了 有事儿 那秦英素呢 他人呢 秦英素 秦英素也不去了是吗 行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或许啊 或许啊 你好歹还是个有车本的人呢 有什么可紧张的 不就是上路吗 慢慢来 慢慢来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无法接通 什么意思啊 他 不接电话 放我哥子里就算 现在连电话都不接 你去米兰是他说要去的 现在他 干嘛呀 什么意思啊 跟我说清楚 这事儿特别好解决啊 博尔 拿着这张卡 你飞到米兰去 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 想玩什么咱就玩什么 玩到你放松了 消气了再回来 好不好 你干嘛呀 你拿卡打发我是吗 秦英素本来就耍着玩 你也想耍着玩啊 我告诉你 秦英素今天这个事情 必须得跟我说清楚 不然明天我找爸告上去 自己看着办 博尔 你听我说 江村的电话 接还是不接 接啊 看着是什么 喂 是江村啊 对 妈 只要是想找他 他电话又不接 所以就问问您 来了 妈 英素可能回来了 就这样 您注意身体啊 好 再见 不是英素 是英素的包裹 我 我知 你可真是个马路杀手 亲 能开到家就是万幸了 一定要加油 姐姐的幸福就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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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秦英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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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必须跟我道歉 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秦英素你给我站住 你不要太过分 你把我当散散小孩耍啊 我起那么早 在家里等你 你这回来一句对不起都不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这么大哭小笑的 我听得见 英素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赶紧上去休息吧 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要上楼休息 有什么事情 等我醒了再说 行 英素 你不许走 你今天不管话说清楚 我就别想走 你不就是生气 我换了你的好事吗 你至于这么故意 耍我放我鸽子吗 你是什么人 我太清楚了 喂 少说两句 不不不 你让他说 秦苏是什么人啊 你倒是说呀 秦苏到底怎么拧了 你这么不依不饶的 我告诉你 我敢进这个门 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你 你吃香药了 你没话说了 那我上去了 哥 追追 我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样子 明明是他 我后面当然就不跟我道歉 对了 还有那个姜博尔 不管他做什么 你总总没看见 人也就过去了 知道吗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连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 你还管不管啊 直接你让我跟他道歉的时候 我可是认认真真说了对不起的 他呢 你要是真生气 你就骂我两句 我绝对不犯犯 你这是什么态度 明明是你不对 好像我跟恶人一样 你骂完了 我可走了 我可走了 你别后悔了 哥 哥 你管都管了 我是你妹妹 人家刚才让你骂 你不骂 你现在后悔完了 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偏心眼 我好歹是你妹妹 她算什么 而是你嫂子 听着就知道吵吵吵 你家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以后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处理 谁啊 谁啊 我儿子好解的人了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嗯 呦 英素 你好像瘦了 是吗 嗯 可能是最近在减肥吧 我有点不舒服 想休息一会儿 先出去吧 你不是装的 我还以为你跟不儿怄气 故意说自己生病了呢 哪儿不舒服啊 可能今天早晨太累了 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还有吃饭的时候不用叫我了 我没胃口 好 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还是管好你老婆吧 好 这博儿也真是 非得跟英宋过不去 真是难为先生你了 太太怎么样了 说是不舒服 休息了 连饭都不想吃 照顾好她吧 上班了 可欧儿 就能不离啊 那就上班了 可欧儿 你能不能离啊 你看我不找罢告状 我给你二十分钟 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 现在 不可能 二十分钟 你要是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就报警说 有人透露我的车 你胡闹什么呀 好啊 你来看看就知道 我是不是胡闹了 你不搭理我 有的是人搭理我 马琪 英素 这家里怎么那么安静啊 你都去哪儿了 先生啊 明天要到局场去运动 养菊蓄锐 睡了 博尔还没回来 我给你出碗面吃 他跟谁去啊 刚才听他打电话 说好像约了什么人 一个英文名字 还讲了两句上海话呢 上海话 行 我知道了 你早点休息啊 没关系 我可以吃嗯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现在 那是小竹 这是小竹 你干吗 你真的吗 你那是小竹 你真的要 在课上海话呢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这样子 我可以吃 你iana 我可以吃 每个人都说 哈喽 每个人都说 她说头可断 说可留为海道汗 一不许臭 说歌后不灵 所以疏口 嗓子就不会生锈 蹦蹦蹦 踏到清雾团框泉水 准备好没有 你干吗恨果证啊 早很多一起来跳舞啊 不会 我妈从小就不让我来这种地方 你妈有没有跟你说 要不让你跟陌生女人说话 我车要丑完你 我走了 陈领生 所以操受 插着裤头 我照顾眼球 你听 哦哦哦哦哦哦哦 看着人拍照 就默默照拍 是能走 陈领生 陈领生 我叫你 你听不见啊 听见了 我不愿意 你 我这几天不见 你长脾气了是吗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喝了酒 我开不了车 叫代驾呗 那怎么能行 我这么漂亮 天又这么黑 叫个代驾多危险 我不管 反正你负责我回家 拿来 什么 钥匙 上车啊 我又没说现在要走 你 你看都几点了 上次我就想说你 你小姑娘 成天混这种地方 你妈不担心吗 我妈早死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用不着对不起 又不是你害死了她 既然这样 你就跟应该 替自己安全着想 就像你说的 你长这么漂亮 我问你出事了怎么办呀 你也觉得 我很漂亮是吗 就我 你还行吧 我不是受了欺负吗 就想一个人到这儿喝喝酒 找一个人诉诉苦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我还不是因为孤单 行了 我知道你烦我 你走吧 我没事的 反正我一会儿喝了酒 到时候看看谁 能把我捡回家喽 行了行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陪你还不行吗 我想让你陪我跳舞 我不会啊 走了 我真的不会啊 我约了克里斯去见 你行 我不去了 你们大学老友重温旧情 我去个多碍事 这最近说话里有坏啊 什么意思 我特别佩服 真的 你说这家里的秦英素 服服帖帖 外边的克里斯吧 鞍前马后 我一直觉得 你没什么女人一玩 合着 这都是组团来的 芳 这日月工作日 还有几天啊你 十天啊 咱俩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关系都挺好的 对吧 又是同学 算你五天吧 五天以后 去人事部里工作 滚 放下你 我去接克里斯 聪明了 对对对 粉丝 很小 Kobay 哈哈哈 哈哈 快 老板 我二汉 是的 嗯 你说 我三天 你 没问题 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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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什么 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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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AM 拿什么 拿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谁啊 谁啊 喂 姐 我现在说话这儿不方便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声音怎么了 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啊 我怕有人偷听我打电话 你怎么样啊 你说得也对 谨慎点儿好 我这边刚到都安顿好了 就是想打电话 问问你怎么样 哎呀我都挺好的 我回头再打给你啊 嫂子 干嘛呢 谁啊 谁啊 没人 不过这零售好像在哪儿听不合 不会是那极品老婆跟踪我们吧 这零售还真是她的 我哥跟克里斯约会 你不放心啊 偷偷跑过来 有什么目的啊 你胡说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骗我哥说你去扫墓了 然后你就偷偷跟踪我哥 怎么 想找证据要挟我哥啊 我可没有 你别胡说八道 秦英素你就别装了 我们谁不了解谁啊 你别忘了以前大家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跟踪我啊你 别怪我没有警告你 我哥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和隐瞒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不仅丢我哥的人 还丢我们姜家的人 我告诉你不要得罪克里斯 你们来了 刚才外面是你吗 是我 我给方秘书打电话 他说你跟克里斯练基建嘛 我就过来了 而且克里斯明天不是要走吗 我来为他送行啊 之前克里斯不是跟嫂子有不愉快吗 我就把嫂子带过来了 怎么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还可以把嫂子带回去啊 克里斯姐姐 博爱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 我听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可以要为你送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今天中午我做东 我请客吃饭 你可千万不要推出啊 行 都听你的 我就没来见你 对姐姐这样相过 啥呢 哎 这好像是菜单上没有的吧 你才发现 嗯 这是我们以前 在你上大学的时候 尝试的那个炸鱼薯条 我跟老板说了 人家给咱开了后门啊 你这么一说啊 我还真怀念起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吧 姜村 有点意思 姜村 你也尝一尝 来 不用了 嗯 嫂子 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我主要是怕你吃不惯 没事 我吃这个挺好的 谁的电话 垃圾电话 我要去个洗手间 你们慢慢用 你吓我一跳 你跟着我干嘛 我想看你跑什么呀 不知道的 以为你有意冷落贵宾呢 我得盯着你点 别让你丢我们姜家的人 不是你让我来的 你要是嫌我丢人 叫我来干嘛呀 我想让你知道 你跟我哥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 你现在知道了吧 十项点的话 就最好赶紧走 要走也是应该 那个女的走 我为什么要走 见过后脸皮 没见过你这么后脸皮 干嘛啊 不接啊 你管得着吗 哎 回来了 那 你们先吃吧 我先走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反正 这也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也聊不到一块去 我走了 你们还有空间 好好聊聊天 我走了 嫂子 怎么也要吃完了再走啊 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 好不容易跟我哥 出来一次 多美好的气氛呢 对啊 你这一走 我也坐不住了 本来还想趁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好好聊聊呢 嫂子 你这么着急走 不会是约了人吧 是不是吃完都可以走啊 正好我也饿了 那我就开动了 老子 对 你这么着急啊 可以 阿姨 那 这 你看 我 那 我吃完了 先走了 不好意思 怎么了 克里斯明天去上海 为什么不能在人前 给我留点面子呢 她不计闲闲 一会儿给你做点吃顿饭 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说清楚 这实在不是 我该来的地方 给你丢人现眼了 实在保险 你要干什么呢 回去问问你的妹妹姜博 我 我